跟带着孩子工作也很忙 所以说现在就全职找了一个阿姨给我带孩子 所以我希望你说 能给他爸爸两个结婚 我需要有一个合法的婚姻 当时和孩子的父亲是怎么认识的呢 因为我在北京打拼这几年以后 对自己来说身体状况就不是我特别好 我就觉得要有个保障 我就说想买份保险 然后那朋友就跟我介绍了一个买保险的 那我就给他打了电话 让他给我介绍保险 就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当时感觉他那人还是挺实在的 而且长得也还挺有男人味的 我十月份过生日的时候 他就跟我确定关系 十月五号那天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 当时我工作很忙的时候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们现在公司有个新款 那个保险 你那个能晚上有空给我来一下吧 我说好 我就放下个手上工作 就晚上去了 觉得一个咖啡厅 但是我们见面的时候 他就跟我突然 他说今天是你生日 你看你自己都忘了 哎呀我说真是工作太忙 我忘记了 他就给我送了死一朵玫瑰 一个蛋糕 我这几年打听 我也把自己生日忘了 而且在这期间就是说没有什么朋友亲人 这个举动会让你觉得游戏的温暖 对 所以说当时他说他我们两个都在北京 也没什么亲眼朋友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我当时就答应了 等于从那天开始 你已经心有所属 确定了关系 交往了多久之后有了宝宝的呢 怎么说呢 我们属于散婚吧 你所谓的散婚 是什么 因为我们确定关系以后 12月份时候 他就把我带到他们老家东北 去见他父母 当时说他父母啊 就是他妈妈头疼病特别严重嘛 我就偷朋友从国外带了些药品 挺贵的药品去看他妈妈 然后他们爸爸又喜欢喝酒 又带好酒去他看他爸爸 然后我们在这期间的时候 他爸就觉得你两个年纪都不小了 也该成家了 对我这个儿媳妇还是挺认可的 然后呢就说 你们干脆先在我们这村里把席摆了吧 我当时说行可以啊 因为我们那 我的父母在四川 然后我也拿不了父母本嘛 他说我都扯不了结婚证 他说没事您先办吧 我们就把那几十桌休息 亲朋好友都请 所以说在很短的时间 我们就举办了一个婚姻 所以是不是在你的心中 你会有这样一个感觉 尽管你们没有领证 但是因为跟亲戚朋友 其实都一起吃了饭了 也是结婚了 对你认同我这个媳妇了 那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领结婚证 对 而还加上是我有了 现在已经都有了孩子了 这个就属于事实婚姻 有事实婚姻这么一说吗 郭律师 现在还有吗 没有 是从哪一年开始 就没有事实婚姻这一说法了呢 应该在94年吧 国务员出台了一个 婚姻登记关键条例 就不再承认这个事实婚姻了 那我现在都跟他送那个孩子 那重要给我一个说法 要给说法就是非婚生子 非婚生子也是跟其他孩子 一样的同等对待 我们听了小兰的叙述 其实感觉到一开始 他们双方的感情还是不错的 之后可能出现了一些变故 那在编导的百般努力之下呢 也找到了小兰所说的 这个孩子的父亲 我们来看一下寻访的结果 当编导找到孩子的父亲时 不料他就丢给编导这一句话 我现在都给我陪我孩子 不是 现在就说的还行 我什么也不聊 陪我孩子 经过编导的苦心劝说 他终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提过 我说咋咋酒 他说等等 那能不想吗 孩子都那么大能不想结婚吗 有个完整的家 你这样哪有家了 无家可归了 那他家逼得起就拿十万块钱 才让你领结婚证 我没钱呢 我哥什么领呢 第二个孩子是不是生命 他为啥给我打架 为什么 至少他在跟我说话 短片当中的孩子的父亲 情绪非常激动 我们接下来有请他上场 有请石先生 赵川你注意到了吗 他上来之后 看了一眼 孩子的妈妈 那个眼神 我觉得我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 我想问一下石先生 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 你挺激动的 还反复地提到了孩子孩子 是什么原因呢 这孩子吧 他被我打掉了 我都不知道这孩子 怎么样 什么时候打 打完以后才通知 很长时间才通知 不是 我们看小孩 不是有一个孩子吗 就是属于生了第二个 然后呢 我上次他家的时候吧 他家都不同意 第一个吧 就是属于在农村炒帅的 就举行一下婚礼 我觉得这个第二个孩子 必须得有个证明啊 我现在我去上他家去一趟 他家怎么死活都不同意 然后呢 就逼着我拿着彩礼钱 就不行 毕业我拿十万块钱 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上哪里整去 我就说我周里 就有四五万块钱 我去拿着四万块钱 然后我都剩一半多块钱 我万一孩子出手 我的钱咋整啊 我没有钱 就上这个第二个孩子 咋整啊 他家就死活就不同意 那你这几年怎么 谁养你的 我知道是你养我的 我知道你对我挺好 对我最起码我也付出了 我也工作 我也在努力 那么小兰 后来这个孩子 是在多大月份的时候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那个 去年十月份 我怀上第二个孩子 我哥就说 你们这样的话是不行的 第一个孩子才多大一点点 你这第二个孩子 你拿什么来抚养 他的工作又不稳定 又没多少收入 全靠我一个人养家 而且到后来 他不怎么回家了 你知道吧 所以说我没法 你别人管不要我回家吗 你不比我天天能这样的吗 我回家 回家有一名是家吗 你工作上不好 我说你两句有什么错 说一个是可以 所以找工作不好 你这是哪事 你到后来人工作 你就不工作了 你关于啥呀 他自然说在家里待着呀 知道吗 我哪是男人的 我那一点自尊都没有 行我先打断一下 我觉得 这么听起来有点云山雾道 我们梳理几个关键点 好不好 在他们家办席是哪一年的事 一年十二月 一零年的十二月 对 十二月二十四 那天是奋诞节 我非常清楚 然后很快 其实你们就有了 就有了第一个孩子了 对吧 第一个孩子什么时候出生了呢 元旦 去年元旦就 一一年的元旦 对 你看这孩子 现在这孩子 男孩女孩 男孩一岁半 男孩一岁半 然后等于在去年 什么时候 去年 十一月 十一月份 又有了第二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还没满周岁呢 对 好 那接着问问 就是 在这个过程里 你提到了说 你一直养活着石先生 是个什么意思 这个你养他 他也承认了 石先生是承认 是吧 这个养的概念 是什么概念 因为当时他那个刚开始做那个业绩的时候还可以 到后来业绩不好的时候 他我就说你就搬到我家住吧 当时我在北京 我已经有房了 在我们家住呢 好像他就过上了好像说 挺悠闲的生活 我就在外面打拼 他就没事 要不然就上上网啊 去睡懒疆啊 做做家务 这这这坚持了 接近一年多 所以说我一直 我一直就觉得 我真是 我骂他说了两句 他心里就不平衡 那石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离开了 你这个家的呢 一年怀上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然后那个 我就经常反应特别大 特别大的时候呢 他就帮我带队 因为我 我是做那个演员经纪人的嘛 他那个时候已经就是说 从他那个行业不做了 就有时候他要闲在家 我就说那你帮我带队吧 我去带演员 我呢就在家休息养胎 在这期间 在养胎的这期间呢 他就有时候就经常不回家了 就说经常拍戏 夜戏啊 工作太忙啊 就找理由 按您这说法 实际上在您有第一个孩子孕期的时候 其实两个人感情已经出问题了 是吧 对 那个时候已经有点问题 有一点问题 那么当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 感情修复了吗 好了吗 快更严重了 更严重了 当时我就说孩子已经生完以后啊 突然就是在 两三个月的时候 我正还坐月子 刚完的时候 就有一个女人跟我打电话 她说 那个我是她的女朋友 我现在也会上她的孩子了 你要跟她分手 我当时一提 我才刚刚孩子才生了 两三个月 突然有一个女人 你打电话说 怀上她的孩子了 我觉得是晴天逼地 知道吗 我就叫她回来 我说 这怎么回事 她就不说 打死也不说 我说 那你这家没法待了 你走吧 我没法跟你俩再沟通再说了 就那中途那个时候 她就开始不怎么 就更不回家了 我实在没办法 才几个月 我就出来工作 就请了全职阿姨带着 你知道吧 是有这么个事吗 反正也不是说 她像她完全说的这样 那是 大演家回来以后 是2010年第 算二月份吧 我像她已经提出婚了 我说咱俩赶快结婚吧 她就是不同意结婚 为什么不结婚 我就是想呢 怎么说 她在北京时间不长 然后呢 工作呢 也不稳定 我就觉得她在北京 有没有怎么经济基础 一更靠我自己呢 我觉得还是有点顾忌 还加上我家里女人说 你现在她这个样子的话 是不是会图你的钱呢 你在北京有房 成都有房 你这几年打拼下来 我图你什么钱呢 你的房子是你自己的 你那都是在你的名下 不是在我的名下 你图你 那我家人还不是为我照相 钱钱钱的 你家圈转圈 那等一下 那实际上面等于 我来 eso 我来说 你怎么了 你不要绳子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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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贵 我去吧 我去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因为这个事情天天吵天天吵 孩子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掉了 几个月了流产 那个是也就是算两个月吧 然后呢过了一个月吧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我就先给他就回东北了 领回东北的时候呢 我心里说也挺对不起他的 就把孩子也掉了 然后呢给他领到东北去了 这流产了跟我父母说 我说父母问他说 我看我这样我想跟欣欣进去 我说绝对不行 因为啥呢 第一次来是蓝的来的 第二次怎么是他的 咱家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认识蓝的 他绝对咱家不允许让他亲的 然而欣欣直到家人 所有人都不同意 这一气之下就走了 这是他选择离开你了 那么现在其实 你跟他最大的争执就是第二个孩子 为什么他瞒着你 你先别说第二孩子 我还是说你 你这个女朋友托你帮他带队 是吧 参加一点工作 你干嘛跟别的 跟这个心情又搞上了 你有责任感吗 八字没一片 又让第二个 又让另外一个姑娘怀孕 你很负责任吗 你啊 作为他的男友也好 老公也好 确实非常不专业 你没有给他足够的照顾 这种情况下 他打掉你的孩子 确实也情有可原 因为你很长时间 你是消失的 你说他怎么能养活 第二个孩子呢 他打掉你孩子 不通知你 你很生气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前面确实太对不起他了 你知道不知道 先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 然后再谈其他的事 可能更容易一些